平均年纪将近百岁 来自日本的湾生长辈排排坐 大伙唱起故乡这首歌 更有湾生奶奶用树叶吹奏歌曲应和 气氛令人动容 大安区公所邀请湾生们 重回故乡大安区 还将当时的户籍藤本归还给他们 让长辈们再续故乡情缘 日式宿舍群里面 而且日本人在这边生长的地方 在大安区是聚取最多的 而且当时就是因为他们在这边的聚取 是我们整个文教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源头 2019年走读大安文化节 大安区公所除了带湾生回昭和丁老家 重温儿时旧梦 也带领外界走访历史故居 发掘在地丰富的人文故事 去走过他们以前生长的地方都很感动 而且我们在特别在二楼 跟我们互相事务所合作 把他们以前的老照片 都在那边来做一个呈现 也给他们一个他们知道 当初在这边的日剧藤本 他们看了之后 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很感谢 包括现今的永康 清田 温州跟泰顺街一带 都是当年招和丁范围 八十多年过去 原本有超过百户的日式家屋 至今仍保留三十多间 透过走读大安文化节活动 大安区公所跟湾生 携手进行这一场充满意义的历史 跟情感修复行动 让湾生跟家族历史轨迹 烙印在这一块有情土地 记者顾菜友 蔡宝宝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